说起娱乐圈撞脸的明显那真是不少 比如好姐妹统丽娅与董璇 今天要说的这位 也是与他人有着坚韧相似的长相 他就是有着小张子以致称的童谣 童谣在进入中系学习的时候 与著名老西谷张国立的儿子张默谈起恋爱 张默是中系01级 高童谣一届的学长 进水楼台仙得月 半学期便把童谣套路当手 但到了童谣上大儿时和张默闹了点矛盾 被张默强行突到校门口的沙坑附近 拳打脚踢 童谣说几只段经历的时候也十分的痛苦 诉说的时候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他说被打到跪下来求对方都不管用 后来没有意识了被同学送往一屋室 而现在的张默已经没有了消息 同样去越来越好 但是这件事也给他